近期,国务院提出6个方面33项具体政策及分工安排,以刺激内需消费,加强稳增长力度,令外随着内地疫情缓和,体育用品作为焦点消费类别,要受惠,龙头股李宁02331可加以留意。 民众对健身,体育,国潮的热情持续,李宁深耕品牌形象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流行趋势,并有效管理成本,优化渠道结构,恢复势头于行业内领先。 截至2021年末。集团年收入增加56%至225.7亿元,人民币。下同,股东应占日利约为40亿元。增加136%。2021年整体毛利率增加3.9个百分点至53%。 2022年上半年。受疫情反复和去年高基数影响。市场消费略有承压。 不过目前内地疫情已基本受控。6月即将迎来618扣物节。 将为电商消费注入动力。有机会为股价增长带来正面催化作用。 据市场统计。去年京东618活动中。国潮运动品牌预售成交额增加5倍。会员量增加于60%。其中里宁成交额位列第二。 加速收并扣。拓展海外市场。运动国潮品牌于本地的竞争日趋激烈。 外地市场未来将逐渐饱和。向境外收并扣成为拓展境外市场并持续提高营收的一项有效措施。 集团近年来开启了多品牌。国际化战略。先后收购了中国香港本土品牌保斯隆。 意大利百年奢华品牌铁斯东尼 并即将入主英国知名鞋里品牌Clux。 该品牌主要市场在欧美。过往三年收入占比达80%以上。交易将有助于二者进行资源整合。 为集团带来多方面协同作用。包括营销、供应链、分销渠道等。协助集团进一步扩大全球市场版图。 再开启一条增长曲线。市场消息显示。6月中后期交易将最终落定。有机会为股价再增添趋化劑。 集团股价近期冲破早前形成的下降轨道。MACD进入牛区。技术上正转向强势。回调整顾后有机会继续向上挑战。 投资者可考虑价格回落于50天线约60.4港元附近分段级纳造中长线报告。上网2月高位约83.7港元。 指涉价参考跌幅15%位置约53.7港元。 对身ув开课isk丏监界的蔬生证最小章的 willingnessful学。